半导体芯片的龙头经过近两三年的调整 那么接下来还能再次上演曾经五倍的行情吗 大家好我是老韩 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韩说股 今天老韩就跟大家聊聊 半导体芯片的两家上市公司 长电科技和三安光电 那么还是按照老规矩 新朋友加关注不明录 老朋友点赞以此鼓励 因为接下来内容也是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 有些粉丝朋友想要跟老韩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交流 大家可以去关注老韩说股的盘后文章 那么在盘后的文章里 老韩在每天的大盘都有进行一个分析 特别是对龙股榜数据资金面 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解读 那么这个文章也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说的 半导体芯片的这两家上市公司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电科技这家上市公司 大家也知道长电科技它的基本面的情况 它主要也都是这些半导体芯片的 包括像封装啊等等这样的 那么它这几年的经营业绩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它在前年的时候 它是大笔赚钱增速都是大幅的增长的 那么去年呢也是大笔赚钱增速 也是这个正增长 只是有所是吧 下滑了 那么到了今年一季度 虽然是赚钱 但是这个增速明显是出现一个较大的下滑了 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负增长 是不是 那么整体来说从前年截止到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业绩是在下滑的 那么马上要公布这个半年报了 那么半年报我们看到它去年半年报是赚了15个亿净利运 是不是 那么目前来看一季度 连是吧 一个亿 1.5个亿都不到 那你想一看 这个半年报估计大概率也好不了 当然了还是按照老韩的这个体系 无论基本面的好坏 还是消息面的多空 最终他们都是要体现在K线图上的 因为市场行为涵盖了一切信息 市场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那么说到K线图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越K线图 那么越K线图上我们知道 前面这是在2015年经过一波大涨 之后出现一个震荡调整 那么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 之前也是经过了一波大涨 来了52块9毛8这个位置上 当时也就是从10块钱涨到了52块钱 将近5倍 10块钱嘛 10块钱涨到50块钱 将近5倍 是不是 那么5倍调整 调整下来 目前在20块钱受到支撑 那接下来会不会再次上演 曾经这个5倍的行情呢 这个也是要值得大家关注的 当然了 我们刚才通过它的这个财务报表 发现它业绩在是吧 有所下滑的 包括马上公布的这个半年报 可能也不会太好 是不是 但是整体来说 我相信它去年业绩不好 包括今年也不太好的话 但是股价明显的在这个20块钱 这会上直接有所反弹了 因为市场行为涵盖了一些星期嘛 那这样的话 它有可能接下来业绩会转软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从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 当时是在20块钱这个位置附近 月K线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出来之后 而且构筑了一个双底 所以就反弹 反弹的 但是呢 在这一个月的时候 也就是是吧 在4月份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顶部的阶段性顶部的这一个信号出来了 所以说它在这震荡 这个目前好在又是回到了30块钱上方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接下来30块钱的有效得失是极为关键的 如果说它要想要走强的话 这个30块钱是不能被跌破的 它可以去继续震荡上行 那么第一个压力位40 再就是50 这两个压力位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 当然整体来看 如果说从它的大趋势来看的话 它是这个上升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是不是 只是说它当时在20块钱这个受到支撑 目前来到了30块钱这个位置上 已经小涨了一波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应对月线上 就看30块钱的强制增和得失以及这些K线形态 你怎么样去应对它 这是从月K线上我们分析到的 好我们再从日线级别来看一眼 那么日线级别 大家也知道前面它也是经过这样一波上涨 上涨来到了38块3毛5这个位置上 所以又出现了这一个调整 调整现在又回来了 慢慢又回来了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把我这个金刚值打开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波止跌的时候 信号是不是 包括K线形态 也都是发出了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出来 所以说这样一个反弹 反弹到了34块钱这个位置上 同样的包括我这个指标啊 也是发生一个短部的一个小级别的调整 调整在30块钱附近是受到支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所说的 30块钱的强制针和得失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因为这样一个反弹 反弹他有可能继续回来调整是不是 有可能就直接上去了 那上攻可以 他要想反弹的话 那你就看前方这个34块钱 能否有效突破 那么从目前来看 他是缩量的啊 那么这种进攻的意愿还是较弱的 他有可能还要继续去震荡调整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就不要去啊 急着去参与进来 我们一定要等他观望 虽然我们从这个整体来说 月线级别来说的话 他有可能上演曾经5倍的行情 但是从日线级别的话 他毕竟从刚才我们说最低20块钱 是吧 也上到了30多块钱了 所以这个位置上 大家一定要等他这个信号出来了 止跌反弹的信号 阶段性底部的这种信号出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去关注 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真的涨了 大家千万不要去追涨 当然了 如果他把34块钱有效突破了 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去应对他 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这时候对于长天科技这家上市公司 因为整体来说他从月线上走的也还是可以的 是吧 也是有规律的 目前这位置整体来说也不算太别高 所以说怎么去应对他 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安关键这家上市公司 我们知道他同样也属于半导力芯片 这个也属于龙头 那么他这几年的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通过他的财务报表发现 前年是大笔赚钱 增速也是一个正增长的 那么到了去年虽然是赚钱了 但是明显的是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负增长了 那么到了今年一度 那么赚钱明显是少了 而且增速又是一个大的一个负增长 由此可见对于这家上市公司 他的业绩也是在下滑的这几年 其实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像长年科技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还是一样的 在老韩的操作体系里 我也一直强调大家 无论基本面的好坏 还是消息面的多空 最终他们都是要体现在K线图上的 因为市场行为涵盖了一切信息 市场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安光电的月K线图 那么月K线图上大家也看到 它前面是一路这种震荡上行 可谓是完全是一个 这个芯片半导体一个大白马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是在前年21年的时候 见到这个44块七毛七 是不是 那么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 见到这样一个高点 整体来说 它这样一个震荡上行 是不是这样呢 那未来会不会也再次上演 曾经 那么这也是10块钱涨到了将近50 也是曾经有5倍的行情 那接下来会不会再次去上演 这种5倍的行情呢 这个也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特别像三安光电走的是非常标准 一路震荡上行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目前从月线级别上 我们怎么去应对它 首先我们看到 当时在10块钱附近这时候震荡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的信号 是不是也已经出来了 随后来到了44块七毛七 也是很明显一个阶段性顶部的一个信号 是不是这样 加上指标啊 加上K线形态啊 现在从44块七毛七回落到16块钱附近 这未然受到支撑了 是不是 那么好 只要说16块钱这个附近的支撑 不被有效跌破 甚至说这个上升出支线 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 那它还是受到支撑 还是要有属于上演五倍行情的这种动力 当然如果说把这个跌漏了 那个我们就放弃 就以观望为主 好吧 当然如果要反弹 它在这个阻力位 豪宇位目前是在17块钱附近 那么它的第一个阻力位是25 那么第二个阻力位就35 再就是45 这个三个阻力位 从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 我们再从日线级别来看一眼 那么日线级别 短出期来看的话 大家也看到 前面是当时来到了23块5毛6 这个位置上出现这样一个调整 调整又是反弹 反弹又调整又创的新低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16块钱 这个位置上的强制和得失 接下来是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 那么从目前整体来看的话 它前面见到23块6毛5 也是一个一波这样上涨 阶段性顶部的信号出来了 加上这些指标啊 包括K线形态啊 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找底部的这个K线形态 那么底部的这个K线形态的话 当时在这一天的时候 16块2毛4 包括这样的一个垂头线 是吧 而且是带量的 那么这个会不会它是一个阶段性底部呢 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从目前来看 它这样一根带量的 这样一个垂头线啊 出现底部的概率是比较大 阶段性底部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说接下来 这个16块钱附近 能否受到强制撑 是接下来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 还有这个18块钱能否有效站稳 也是比较关键 如果他把这个18块钱有效站稳了 那他有可能继续去震荡上行 像20这个阻力位 甚至说刚才我们说的24啊 这些阻力位啊 去一个个的去攻破 从而上演这种五倍行情的这种走势 所以说接下来 对于这种的啊 像三光店的这种上市公司的话 我们呢也不用去着急 因为毕竟是以中长线的思维去应对它 我们尽量等它信号出现了 虽然它目前信号是出现了 但是还有的一个确认 你如果说连18块钱都不能有效去突破 有效去站稳的话 那他还要回落调整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现在接下来 我们就关注18块钱的有效突破 能复有效突破 他不能有效突破 可以 他在16块钱这个位置上 再次发出一样一个底部的电 K线形态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去逢低 我们不追涨 好吧 当然了 这些啊 老韩刚才跟大家分析的 仅是老韩个人的一个观点 不作为大家投资的建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平均区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打一个888 让我们一起发发发 再见